天赋绿洲取人加入新模式 这期分享一下逃出生天玩法攻略 进入了游戏后需要锁定角色名额 分别是人类新成者和特殊变异者 手速慢的系统也会自动分配 首先是人类 玩法就是淘汰变异者 并完成指定任务过关 开局建议直接收武器跑 因为变异者是打不完的 第一步先到洞穴 进入洞穴后会有30秒的破译时间 时间一到就为开启大门 这样就能从大门进入下一关了 第二关是重极电力乘坐电力逃离 不过目前来说变异者太强 基本很少人类可以完成 很明显我也是没过关的 所以我们说下变异者 开局选择变异者后 会随机成为一种变异体 并且拥有一个特殊技能 飞扑 阴波 酸雾 双拳和自爆 飞扑就是扑过去抓住玩家 不过这个技能有点鸡肋 大概率会扑空并且在原地定身一秒 阴波的话再使用石不能动弹 可以让附近的人类眩晕加自满 需要配合其他变异者来淘汰人类 不然人类原地开枪可能会误伤你 双雾就是持续伤害的绿烟 而冲拳就是往地上一阵 意义不大 不过自爆倒是挺好玩的 不仅可以和人类同过于镜 就连自己也补放过 成为变异者要做的就是淘汰玩家 如果被玩家淘汰也不用担心 在倒计时候会成为灵魂重新出现 此时能解锁10倍速移动 而且这里的人类都是有红色箭筒标志的 所以整局不存在老六人类 总的来说目前变异者最好玩 只要选到基本都能赢 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试试 拜拜 小伙伴是牛皮